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疫苗想要获得上市资格 由世卫组织注册认证的三期临床试验必不可缺 所以 俄罗斯已经宣布投入使用的卫星5号疫苗 可能除了普京的家人 甚至很多俄罗斯人都不敢轻易尝试 而现如今 全球约有6款研发中的新冠疫苗进入了三期临床 在全球约165中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处于绝对领先位置 而这6款疫苗中有3款来自中国 美国 英国分别有一款 还有一款为德美联合研制 当然 疫苗进入三期临床并不意味着研发成功 很多药品都会被饿死在漫长的三期临床试验中 其中一直领跑疫苗研究的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静真称 该公司的疫苗在6月底已经开始三期试验 如果能顺利通过3个月左右的临床试验 则有进入审批上市阶段 最快年底之前便可以面向大众 接下来便是谁先可以接种的问题了 现如今已经有一批科研人员 相关志愿者 以及包括药企相关负责人率先充当小白鼠 以申试药接种了正在试验期的疫苗 除此之外 中国在7月末也对一起特殊人员紧急启用了疫苗注射 这其中包括医务人员 防疫人员 边检人员 以及保证城市基本运行的人员等特殊人群 那么 等疫苗正式问世以后 谁可以成为幸运儿完成第一批大规模接种呢 目前 根据各国医学专家的建议 长者 儿童 医护人员 以及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长期患病者 应该优先接种 而美国的疾病控制与疫防中心CDC 也发布了公开建议 建议中指出应该首先为1200万最关键的医护人员 和国家安全部门等必需员工接种 然后是1.1亿患有新冠病毒的高风险人群 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 患有基础疾病的人员等 而普通人群则排在了最后 另外 大家普遍关心的群体免疫 在接种疫苗后多久会出现呢 很多专家纷纷表示 大约一个地区6成以上人口接种后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 我们来说一下在这个特别的大流行病时期 疫苗如何成为像核武器一样的外交筹码 首先 大国之间纷纷投入大量人员与财力 一刻不停地进行疫苗的研制 这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除了解救人类与水深火热之中 就是防止在大国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 打个比方 今天中国的疫苗率先上市了 那一定不会无条件地出售给美国 但是面对美国600多万的新冠感染数 它会不会为了求得疫苗而妥协呢 但是美国如果也有疫苗处于科研第一梯队 那是不是就不会落得被动 其次 成功上市的新冠疫苗又会成为外交礼物 来拉拢小国战队 比如 中国总理李克强就在近期的 蓝媒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时表示 中国在完成新冠疫苗研制并投入使用后 会优先向湄公河国家提供 而中国预计年产两亿剂以上的巨大产能 也为此次外交谈判给予可信的背书 由此可见 新冠疫苗的研发在当下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 已经赋予了其超越救死扶伤的意义 但无论如何 我们依旧要致敬所有那些奋斗在疫苗科研道路上的人们 同时我们也期盼着新冠疫苗研发早日冲过终点线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